各位南大乡亲,大家好,我是陈美冯 欢迎收看今天十月十六个礼拜三的南大新闻 南大管政区计划开发黄色温泽 原本宣定黄色温泽局对方的一个土地 所以因为行政区域是受益力行创 受到保管力行创民的关注 黄色温泽基面期待温泽会关的开发行业 所以协助助作为在黄色温泽来的土地 提供广告来开发使用 管理人民情为做马亲身正宗保陆来 掌握土地的健康 同时代用保陆基面会转立来 出现黄色温泽会关的行业 在这个三个都市公共地下中间 为了两十四线行业 黄色温泽会关的阶位 管理人民情清楚跟保陆会关的阶位 原本阶位在温泽局对外土地的行业 促因为行政区要效益立行串 作修教授立行串民反对 因此公共保陆基面协助 找出为在保陆来的土地 希望温泽会关行业 可以顺利推动 这是我们过去族人一直期盼的 希望把温泽开发弄得更好 让大家到这边洗温泽之后 包括温泽之后 觉得让我们决定让大家能够有回味 立行串有少事的管队 兴建在立行串 那么我们红香 花香村 他们这边是非常的欢迎 能够盖一个清温泽会馆 所以在立行串的会馆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勘扎 不落建议的用地 有的地势悲痛 但土地所有困人杖 协调处理比较困难 有的围地客流鼻也比较不适合 管队最后决定选到围地温泽叫兵 一片台湾四分光面積的哪里 因为这个是一个山坡地 那么在设计上 就要有一种阶梯式的方式来设计 我们也会先 为请建筑师来做规划 设计如果能够顺利的 兴建会馆的话 那么我们就来进行 用地的变工 在我的任内 把它形成完成 提供给我们花祥村 他们的部落设计来管理 都有一个共识 由县政府来盖 给我们部落来使用来管理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观光的一个资源 欧兄部落相当支持 行间温泽会馆 也希望管府顺耻精修 目前部落基民地使用温泽地 要把这个地方 规划为一个温泉区以外 顺便把原油旧油的这个温泉泡汤匙 能够予以改善 希望说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部分的游客 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居民 一个好的汤屋 不要浪费了这个天然的温泉 管府表示 两年前就已经奔任 2000万买行间 欧兄温泽会馆 因为土地问题拖延 管府将会加快 各位推动速度 让欧兄温泽 可以先为部落 发展观光三业的最大优势 接着王家姓蔡凰报道 请不吝点赞